驚喜唐可靜DMEP邀民共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室 我的故事其實跟這個張醫師差不多 因為畢竟骨髓移植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作用吧 那就是我在國外實習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一樣 他是被診斷這個血癌的病人 那同樣的他也是等... 到說好不容易有一個這個 配對成功的資格可以捐贈給他 那他也是一樣 先接受很強很強的話 要先把裡面的東西壞東西 全部撒死之後 住進吳俊室 然後我們再把骨髓給植入進去 對 那我遇到的這個男生呢 他其實一開始皮膚 也是一樣出現一些紅疹 大概在兩三天後 出現一個紅疹之後 我們主治醫師看起來就說不對 一樣趕快去做檢查 結果後來發現他一直在拉肚子 而且拉出來的這個大便 都是綠色的水便 那這很可怕 綠色的水便表示說 你的這個腸胃道已經就是細菌 已經衍生到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步了 所以這個排斥的情況 其實我們已經定義它為極性排斥了 當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一定也是要用很強的免疫意志 去去壓制 把它壓制了之後 慢慢的 好像這個大便有越來越好 變成咖啡色的 就表示說它產味道 其實還是有在恢復過程當中 我覺得一方面年輕啦 年輕體力也會比較好一點 對 結果在好不容易恢復過程當中 變相到他來了一個肺炎 然後突然發高燒啊 然後整個肺炎 然後人整個喘不過氣來之後 插氣管內管 接呼吸器 好辛苦喔 對 幫助他呼吸 我看到他爸媽 真的是在無菌室外面探望他的時候 就一直哭一直哭 心都不知道裂成幾半了 對 然後 不過他也是很堅強啦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一直用藥啊 然後補充啊 然後幫他去做 幫他的身體去做一些 對抗的這一些行為 那好不容易他也是撐過來的 對 那大家可能會聽到說 這樣骨髓移植 其實好像過程中非常的辛苦 而且危險性很高 那到底要不要做這樣子的 還是要拚一下吧 對 因為其實我們做化療 來治療血癌這個東西 其實它復發的機率 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對 但是你如果說 接受骨髓治療 你說它一定不會復發嗎 當然沒有人會做這種保證 但是相對的復發機率 會比只做單純的這個化療 來得好 對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機會 所以一般還是會建議 就是先試試看 對 還是有機會的 雖然辛苦 但是撐過就是你的了 是 我的案子是一個 三十六歲的女性 然後第一胎因為胎胃補症 所以接受 那他補腹產完以後 就是乳汁沒辦法 很順利的補乳 因為分泌量不夠 然後月經也是一直遲遲沒有來 對 聽起來都很正常 我也覺得聽起來很正常 就是覺得好像要多按摩 或多吃一些湯湯水水 就會說你乳腺不痛 要就給人家壓 人家按一按就會有啦 然後月經沒來 就是還在餵奶的時候 不是就不會來嗎 對 而且這個媽媽後來就是 他的私密處的毛髮 是大量掉毛 那我們在詳細問診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 他在那一胎剖腹產的時候 有發生產後大出血的一個症狀 然後那個時候是 緊急大量輸血 才把他救回來的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產後大出血 造成他的腦下垂體 缺血性壞死 為什麼 因為在大量出血的時候 其實那個 腦部有些血液 會因為就是 供給量不夠導致細胞壞死 對 那腦垂體又剛好跟我們很多 就是身體的生長啊 代謝這些激素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媽媽我們後來 也幫她做了一個 內分泌的檢查 後來發現她有很多 就是腦下垂體 激素是低下的 那我們也幫她做了一個 腦部的核磁公正檢查 發現真的是 就很罕見的 那這些患者因為他的 好特別的 那是什麼 我們沒有聽過那名詞 很陌生耶 對 其實這個 因為疾病的個案數太少了 所以大家應該沒什麼 有機會聽到這樣的疾病 那這些病人他可能 就會像是沒有月經啊 然後掉毛髮 然後就是在防飾方面 也是性自缺缺 可是這些狀況如果發生 在我身上我都覺得還好 你說掉毛還是興趣缺缺 掉毛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就是你也不用說 工作還要處理啊 也是 但是如果掉到頭髮 興趣缺缺 每個生完都滿興趣缺缺 不是嗎 但是很累耶 對小孩很累啊 對 不過好家在 我們後來給這個媽媽 就是排完藥物 然後讓她重新啟動 她的子宮還有卵巢的功能 讓月經再度來巢這樣 對 然後也換回她的性慾 就是防飾上的感覺這樣子 只要卵子再度來巢的話 性慾就會回來了 對 把她的性慾也就是 我們每個月都有排卵子啊 可是好像每個月都會 我們是不是要去重新 啟動一下 聽起來 重新啟動聽起來 開關開下去好像就可以 還不錯 好 剛剛我們聊的是 就是外在因素 可能會造成我們身體 有一些反抗嘛 可是其實像大家常常會說 你太累啦 你免疫力有點低下喔 像有時候我們不是沒睡好 對 沒睡好 然後就會舌頭就嘴巴破 然後一破超大 有的時候破兩三個 然後都不會好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又開始過敏了七陣子 臉上左一塊右一塊的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自己的免疫系統 有一點問題 然後呢 因為現在都久變成涼疫 然後網路資訊又很發達 大家就會想說 開始補身體 然後想要加強自己的免疫力 對 所以有的時候補 也不一定全然是好事對不對 當然是 我一直在想說 你免疫力到底好不好 我們就怎麼去評估 其實有評估 我大概三次吧 差不多 三到四次 說一劑如果大概一次的感冒 這是正常 那如果一兩次而已 你的免疫力就很好 你如果五六次 那表示你免疫力不好 真的喔 類似這樣 那我搬到宜蘭之後 我都沒有感冒過了 那你免疫力不錯 那為什麼我舌頭一直破 對 某些維生素不夠 我們剛剛講 其實提到 沒錯 其實免疫力跟我們的血壓一樣 其實一直在上上下下 你知道熬個夜隔天就不夠 真的 熬個夜耗掉很多的水溶性維生素 嘴巴就破皮了 然後很多的時候抽菸也會 我們講說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講說要怎麼去補你的免 六大營養素要均衡 然後水分要夠 要運動 運動加強它的 可是洪醫師 你知道最近就是天氣 有一點涼 我們就想要吃一點 麻油雞 薑母鴨 羊肉乳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一到冬天感冒 覺得好像累累的 我們的長輩就叫我們開始去食補 這一定是其來有志的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古代大部分除了大官 除了原外之外 其實平常吃到肉 吃不到蛋白質 所以他們在冬天的時候 熱量不夠 營養不夠 我剛講六大營養素要均衡 所以他給他吃一個 高熱量的豬鎬丸 裡面有礦物質 又有維生素 那我們講冬令吃一些 冬令吃一些 薑母鴨 對 麻油雞 還有藥燉排骨 這些不只中曹要有一些 很好的優質 蛋白有好的優質 就是這樣熱量不夠 我第一次聽到有豬鎬丸耶 這個 是不是 對啊 一般我們都是吃雞的 我們要聊這個 是美食節目 趕快撈 趕快撈 醫師就叫一下 再撈 那我一直在想說 免疫力我們去調 其實現代人 大家覺得說大家的免疫力是 營養不足還是營養過剩 現在每一個都過剩 那你要不要再額外的 對 你冬天還要不要額外去進補 這件事要值得商榷 那我曾經有一個四十歲 尤其是有幾個疾病的 你如果有一些跟免疫相關的疾病 你千萬不要去亂調整你的免疫力 會有很多副作用的 那個有一個四幾歲的病人 一直在我那邊 那我們大部分都用類固醇去控制他 對 那他把他控制得剛剛好 也不能控制 控制太嚴格的話 他抵抗力會很差 很容易感冒 然後控制得剛剛好 那他所以他一直都沒問題 可是最近他這次回診的時候 他進診間我覺得他不對 為什麼不對 他從診間走進來就在喘 那我跟我認識 因為名字他已經我看很久了 他怎麼感覺整個變了一號 他整個變胖 他短短時間胖了八公斤 他走路會喘 這八公斤是什麼意思 我按一下他的腳 腳之後已經凹下去 這叫做有 重八公斤不是體重增加 是積水八公斤 積水八公斤等於有八千CC的水 在他的身上 所以這種在很多 腎氏球員蛋白鳥 他水 小便應該變少了 小便整個變少了 因為那個蛋白鳥的關 腎氏球員的關 那所以當然我就整個驗了一下 照了一個光 我那個熱膜也開始積水 整個叫水 那我就問他奇怪 我說你累固醇都有吃嗎 他都都有吃 可是我就問你最近 到底有沒有什麼感冒 其實很多那種 我們控制得很好 突然一下子感冒 或一下子什麼特別 會變成這麼嚴重 他說說 一個禮拜前 他人特別累 人特別累有時候 就是腎氏球員已經在發炎 然後他媽媽做了一件事 他媽媽覺得 他女兒怎麼這麼累 冬天 然後就開始吃薑母鴨 他每天就薑母鴨 麻油 雞鴨 對 就這樣補一個禮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 整個就腎功能其實很怕這些補 他怕蛋白質磷 零 夾這些 那所有的東西一下去之後 整個這叫急性的那個發作 那幾個發作之後 大量蛋白尿跑出來 那大量蛋白尿跑出來 就出現這種水腫 所以後來那個 才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 對 這個很恐怖 好可怕 八公斤 這個再喘下去 真的是就要插管 不過後來我們當然收住院 打了大量的那個類固醇 那所以這個案例就告訴我們 其實很多像一些 紅斑性狼腸 雷風絲關節 腎絲球 這種叫自體免疫疾病 或者說我們講 在吃抗排斥藥的腎臟移植者 你千萬不要去亂補它 亂調整它的免疫力 這個有時候反而把你的藥 效給整個抵消掉 反而更危險 對 而且看那些濃免疫力 不是後面還有很多東西 不能吃嗎 對 像那個最近秋天 大家就愛吃螃蟹嘛 對 對 那螃蟹 可是你就不能就是再吃柿子 因為旁邊柿子就會香蔥 真的嗎 對 有這個講法吧 會中毒 我要吃那個雞屎牌 雞屎牌也不能吃 因為我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吃柿子 吃到急性大發作了 太誇張了耶 柿子這個東西 本身不好消化啊 對 它本身就不好消化 再加上配螃蟹 它可能會有一些作用 代謝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我們中醫方面 說的一個毒素啦 是 好 所以這個部分 還是自己要小心一點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